朋友們你知道嗎 台灣每年新增洗腎病人都在盤生 2023年全台灣已經有超過 97,000人正在洗腎了 聽起來是不是很可怕 但你可能沒想到 現在有一種藥 竟然能夠延緩腎功能惡化 還能減少蛋白尿 避免進入洗腎 先來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55歲的張先生 糖尿病超過10年 腎功能一路下滑 當我告訴他 張先生這顆藥 會讓你從尿排出糖 他傻眼了 醫師 尿糖不是壞事嗎 驗到尿糖不就代表腎臟壞掉了嗎 他的疑惑正是今天故事的起點 因為這顆藥 SGLT2抑制劑 納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抑制劑 徹底顛覆了我們的認知 以前尿糖讓人緊張 現在把糖尿掉 反而可以控糖 護腎護腥 讓腎臟減輕負擔 今天我要揭開這個能保護腎臟的秘密 告訴你 他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為什麼醫界會如此的震撼 以及你使用他時 有哪些細節絕對不能忽略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寬寬醫師的頻道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我一直強調 極簡護腎 護腎並不複雜 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 或繁瑣的療法 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 就能守護腎臟健康 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 用最簡單的方法讓腎臟更健康 要認識SGLT2抑制劑的威力 我們先來看看腎臟這座超級精密的 進水器是怎麼運作的 每天腎臟大約要過濾180公升的水 但最後只有排出約2公升的尿液 為什麼差這麼多呢 想像一下腎臟裡面有一群勤勞的回收小隊 負責從腎臟過濾出來的液體中 回收水分、鈉和養分 確保身體不會浪費資源 這裡面最忙碌的小員工之一 就是SGLT2轉運蛋白 他會把協議裡的水、鈉 還有珍貴的葡萄湯一一回收回身體 就像把辦公室裡丟出去的文件 全部重新整理回櫃子裡一樣回收 而SGLT2抑制劑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告訴這位小員工 今天先休息一下 不要回收這麼多了 結果呢 多餘的糖分、鈉和水 就會隨著尿液排出去 換句話說 他幫你把血液裡過多的糖、水、鈉排掉 不僅能夠控制血糖 還能夠減輕腎臟負擔 讓腎臟暫時輕鬆一下 每天吃SGLT2抑制劑 大概能讓你從尿液排掉 約60到80公克的糖 也就是差不多 240到320大卡的熱量 相當於少吃掉一碗白飯 這也就是為什麼 SGLT2抑制劑 有大家最喜歡的三降 降血糖、降體重、降血壓 不過這顆藥真正厲害的地方 在於他對腎臟的直接保護效果 你可以把聖絲球想像成一條高壓水管上的過濾網 在糖尿病或高血壓的早期 聖絲球常常處於超過濾狀態 hyper filtration 簡單來說 就是壓力太大 流量太強 濾網天天被高壓水柱沖刷 久了之後管線開始磨損 濾網就會破洞 這時候我們就會在尿液檢查裡面看到 蛋白尿 蛋白尿也就是聖絲球濾網受損的信號 而SGLT2抑制劑這個守護者 就像替這條高壓水管裝上一個泄壓法 他是怎麼做到的呢 SGLT2抑制劑會讓腎臟把多餘的葡萄糖 鈉和水排出體外 這樣聖絲球的血流分布就會稍微調整 可以降低聖絲球裡的壓力 換句話說聖絲球就會從原本的超負荷高壓模式 變成輕負荷低壓的保護狀態 長期下來這個泄壓效果 就能夠有效延緩腎功能惡化 也就是為什麼SGLT2E之際被視為 互勝革命的重要突破 SGLT2E之際能夠爬到 互勝明星藥物的地位 不是因為市場的行銷喔 而是因為一連串震撼全球一界的 大型臨床研究 首先一開始SGLT2E之際 只是被當成降血糖藥物在研究 但2015年的EMPA-REG試驗一公布 全世界一時都倒歇一口氣 它讓第二型糖尿病病人的 心血管死亡率降低38% 這個數字完完全全改變了我們 對降血糖藥物的想像 也確認了它也是 互勝藥物的形象 你可能以為SGLT2E之際 只是降血糖藥控制血糖而已 其實它已經被證明能廣泛保護腎臟 甚至能延緩洗腎的風險 這背後有三個重量級研究的支持 首先在2019年 Credence Study 針對糖尿病患者 證明使用SGLT2E之際 洗腎風險大約降低30% 也就是說這不是一般降血糖的藥 而是能直接互勝的治療 在2020年 DAPA CKD 最特別的是 這科研究裡面 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糖尿病 結果顯示 不管有沒有糖尿病 SGLT2E之際 都能明顯降低腎功能惡化 進度透析或死亡的風險 整體風險減少幅度高達39% 在2023年 EMPA KIDNEY 最新規模最大的研究 對象包括 腎功能已經中重度下降的人 甚至尿蛋白很少 只有ACR小於200毫克每克的患者也能受益 平均腎氏球過濾率只有37.3 結果依然非常明顯 使用SGLT2E之際 可以延緩腎功能惡化 減少洗腎風險 也能降低心血管死亡率 這三個研究 就證明了SGLT2E之際 不只是降血糖 而是跨越病因 廣泛保護多數慢性腎臟病患者的 互心互勝武器 也正因為有這些有力的證據 台灣健保在2025年3月起 擴大給付SGLT2E之際 給付給慢性腎臟病患者 簡單來講 只要有符合規定 經過醫師評估 就能使用這個加強的護盾 在原本ACEI ARB 這種降血壓藥物治療的基礎上 給腎臟更多的保護 SGLT2E之際的好處很多 但正確的使用也很重要 以下三大注意事項大家一定要的手機 地雷一 聖功能的短暫下降 其實是保護信號 王女士看到自己的聖絲球過濾率 在使用了SGLT2E之際後 從48掉到44緊張得不得了 但其實這種情況在剛開始使用藥後的2到4週 非常常見 大約會下降3到6分 這不是腎臟壞掉 而是藥物降低腎絲球壓力 讓腎臟稍作休息的正常反應 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使用藥物後 看到腎絲球過濾率輕微下降 反而可能代表藥物正在保護你的腎臟 只要不是很明顯 快速惡化 多半會建議持續觀察 並在3個月後複查 通常聖功能就會穩定 或下降速度變慢 地雷二 泌尿道感染與脫水的風險 使用完SGLT2E之際後 因為尿中的糖分會增加 比較容易讓細菌或酵母菌 癢得肥肥胖胖 造成容易泌尿道生殖道感染 所以記得要多喝水 注意清潔 另外SGLT2E之際會利尿 可能讓人出現輕微脫水或頭暈 建議我們要定期量血壓體重 若血壓掉的太低 需要與醫師討論或調整其他降血壓的藥物 地雷三 生病日時要特別小心銅酸中毒 SGLT2E之際其中一個需要注意的副作用就是銅酸中毒 雖然不是很常見 但必須要注意 李先生曾經因為吃壞肚子 腹瀉又完全吃不下 整個人脫水 雖然血糖看起來還正常 但他卻開始噁心 嘔吐呼吸加快 這就是血糖正常也會發生的銅酸中毒 簡單來說 只要身體處於一種壓力的狀態 就有可能會發生 像是你長時間沒吃東西 收術前 嚴重感染 嚴重脫水 腹瀉或嘔吐 遇到這些情況請暫停使用SGLT2E之際 等身體狀況穩定之後再恢復服藥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生病日 Sick Day Rules 特別提醒 低性糖尿病患者銅酸中毒的風險比較高 所以目前健保還不給付這類患者使用SGLT2E之際 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 SGLT2E之際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現代醫學是如何利用理解身體的方式 保護心臟與腎臟的健康 它不只是排糖藥控制血糖 而是能夠同時保護血糖心臟和腎臟的多重防護藥物 現在你可以採取三個行動 第一主動篩檢 如果你是高風險族群 像是糖尿病高血壓 定期檢查腎絲球過濾率和蛋白尿 保護腎臟要從了解自己開始 第二跨專業合作 和腎臟科醫師 營養師 衛教師 一起評估SGLT2E之際是否適合你 並注意生病日的停藥規則 第三生活習慣的調整 藥物是助力 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核心 我們多喝水 每週運動150分鐘 解菸 控制血壓在130 80毫米拱柱以內 這些都能夠幫助腎臟減壓 減緩腎功能的惡化 SGLT2E之際 已經為我們的腎臟 爭取了更多時間 善用這份新希望 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創造更好的未來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謝大家觀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 對你們有所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點擊說明欄 下載護腎手冊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的健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